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耶稣遇到一个很好心 也是很有钱的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他觉得耶稣很棒 他很想跟随他 很想做到耶稣要求他做的事情 那么他问他应该怎么做 那么耶稣就把那些一般的伦理道德 世界这些规则告诉这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他说 没有问题 这些我都做到了 不过耶稣看他 他说他就很仔细地看他 他说他定静看他 就喜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样 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 分给穷人 你必定有宝藏在天上 然后来背着十字架 跟随我 那个年轻人他怎么答复他呢 那个人听这话就面带愁容 难过地走了 因为他有许多产业 他舍不得把他的珍贵的东西 他喜欢的东西放弃 我想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一点 有一样的困难 我问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天气很冷 你在想外面的人一定需要衣服 那么你看你抽屉里面的人 你的衣柜里面的衣服好多 那你在想 这些我可以拿一对送给穷人 那你把一对拿出来 结果你在看的时候 你觉得 这一间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还可以穿 你把它放回去 那么 这个有一个另外一间 就是很漂亮的颜色 颜色还没有退 你把这个又放回衣柜里面 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 哦 这个是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 这个我舍不得给别人 把它放在抽屉里面 还有这个 哦 这个可能是天气会变冷的时候 我可能会需要 把这一天放回去 那这个 虽然现在大家没有人穿这种衣服 不过可能有一天 它会又变得很时髦 把它放回去 那么到最后呢 要送给穷人的就是那些褪色的 难看的 那个破掉了 自己不能穿的 我是不敢穿的衣服 这些你就很大方的送给穷人 那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这个 今天的复位里面的这个有钱的人 舍不得把我们的东西 把我们 甚至于多余的东西 给那些需要的人 耶稣要我们在这方面反省 也希望我们会改变 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类 自然的就是 因为是从动物进化变成人类 我们还是有动物的这些自私的习惯 动物没有什么同理心 他们只是关心他们自己的生存 而且可能他们生出来的孩子 小动物 他们关心他们有一段时间 或是跟他们生存有关的其他的动物 他们会跟他们合作 不过他们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生存 那我们人 希望耶稣来了 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天上的父亲 是希望我们能够超越这种自私 光是想到自己的这种形态 而且这个不只是为了天主 天主没有关系 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如果我们变成更完整的人 更有慈悲的心 更能够看到所有的其他的人 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跟我们有关系 如果我们能够再使给他们 服务给他们 发现这种喜乐 那我们会生活的比较平安 比较开心 所以这种使给的喜乐 慈悲的心 爱心 我们服务别人的习惯 真的是一个追求喜乐的 最保险的一条路 而且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所讲的天国 就是这种永久的喜乐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不但自己会有更多的喜乐 更多的平安 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 变成一个制造和平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一个工具 那这个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 好 大家明天见 我们继续分享 耶稣基督所跟我们讲的话 再见 明天见